一直生 每天都有空一定的量 对 就是当天全部都卖完 没有卖完 我们就自己带回家吃 对 我们又是用冰箱 所以这没有 就是保存上面的问题 卤味店 咸水机店 几乎都看得到黑木耳 如今也有医师怀疑 保龄食物中毒案 可能是因为酒泡木耳出事 产生米酵菌酸 但木耳究竟该怎么处理 那有些快速泡木耳的方法 你可以就是保鲜盒里面 加一点糖 加一点木耳 然后加温水 然后把它摇摇摇摇 大概摇个五分钟 其实它就很快就发了 泡木耳也要跟时间赛泡 因为如果是放在室温 就有几率出问题 无论是黑木耳还是白木耳 泡水后在温暖环境 22到23度 PH值7.0中性之下 有可能会被 康仓普博克氏菌污染 就会出现米酵菌酸 如果你在室温下 当然你温度越高 你的这个泡的时间 可能就短一点 这样也比较不会产生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 我还是建议都放到冰箱里面去 事实上新加坡政府 也曾公布泡木耳的方法 因为康仓普博克氏菌 适合在PH值中性环境 可以加柠檬 醋让PH值变酸性 或是浓盐水让PH值变碱性 都可以抑制菌种 我们的医疗时说 我们只有印尼发生过 中国发生过 还有东非的一个国家 有发生过 然后所以医学上对它 不是很了解 不过如果说站在医学角度 就是说你要泡我们的食材 如果你要泡过夜 应该是要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但目前医学上米酵菌酸 太过罕见 很难告诉大家 木耳泡多久才不会出事 但不久放冰冷藏 绝对没错 三连轩公关圈群青到导